台北股市在今天开高 然后阵阵收高上涨了67点 今天收盘指数 还是站稳了所有的均线外资 昨天就在这个时间点 我还担心说台指期多单 昨天怕转为空单了 还好须经营厂今天又转回多单 但是张数不多 有没有一点点翻多的可能性 因为今天现货也做多了 昌星老师说应该不能用偏多来解读 只不过目前空单回补回去 但是并没有单这个单数太多 所以大概就区间整理 重点是大家的阴影对策不要追高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 外资今天哪一些个股有端倪 在回补哪一些个股 我汉诚老师请您上台来 外资在今天现货买超 买了哪一些群创 买了好多的金控族群 买了AI的伪创 加码了鸿海 还有面板族群也加码了彩晶 等一下面板族群 汉诚老师有个大段落 但是我来解一下 买超前生命当中看到了鸿海 为什么特别讲鸿海 来看一下鸿海的K 今天终止日K连四黑 过去只要日K连黑 开始有一些些的止跌 今天像日K连黑 开始有一些止跌的迹象 都有机会反弹一波 但是就很吃外资 外资要继续买 怎么看到这一波的鸿海 有没有机会持续的反弹 我认为是有的 其实以鸿海因为全值 全中这么大一档股票 看的就是外资 这边会不会吃他的货 如果买他 当然股价就有坦升上来 因为这一般投资表 可能也不太会去买 所以你看他说股价如果跌下来 可能就是外资有在调节 而当涨上来的时候 外资就是在做一个加码的一个动作 可是他就是属于一个 比较狭幅的区间震荡的一个走势 你说下面的支撑很强 然后上涨压力也很重 那会不会过 可能看起来最近还是很难 往上去做突破 可是因为毕竟来讲 这边有稍微震荡整理 压回来之后 外资今天是站在买进的一方 应该是看好到整个下半年 iPhone新机开始要陆续 去做布局的一个情况之下 开始在做一个布局 但我发现这个区间 这个空间越来越小了 所以好像有这么一点点 这个三角形收敛 所以好像要开始表态 你觉得往上表态 还有往下表态 哪个机率比较高呢 我认为以这种股票 不管是往上表态 往下表态 其实空间都不会太大 因为毕竟来讲 这边就是压力 这边就是支撑 就算是往上表态 他还是会碰到压力 往下表态 他还是一个 所谓的下廊有支撑 所以这股票适合什么 就是一个区间 比较来回操作 而且你对这种股票操作 一定要有耐心 没耐心 你千万不要做这档股票 OK 今天他在涨之后 我就想说 如果外资今天卖的话 谁在买这大型全职股 果不其然 今天外资在买 还有一档叫做联发科 联发科在今天 先来看 可以有趣了 因为联发科在今年除息之后 那个缺口这么的大 碰都碰不到 今天有这么一点点眉目 昨天大盘跌得迷迷茫茫 上下震荡了三百多点 就联发科抗跌 今天继续要来挑战 除息的缺口 开始慢慢的迈向 田习之路 联发科要动了吗 其实我认为有机会 为什么 因为这次的跳空 是建立在两个利空讯息下面 昨天大盘震荡是大跌 所以他进来还可以跳空 第二个法说之后 公布出来财报好不好 也不好 展望好不好 也不好 只有股价竟然没有跌 是直接跳空 那也代表说 他有利空出境的一个味道 那从现行角度来看 你看这 这边是横向的平台整理 平台整理一路跌破之后 竟然可以马上拉升上来 这代表什么 代表假跌破 那假跌破又突破了 这个颈线的一个位置区 那代表什么 买盘力道又很强 再来我们再看到 外资是连续两天的买进 外资最近来讲 日系的外资把它调降到目标价八百块钱 840块调降到八百块钱 这有点利空的味道 可是他也没有底啊 那比较好的地方是什么 如果从形态 从技术面的一个角度 从现行的角度来看 这两天是出量的 这几天你看到说大盘都是高档爆量长AK棒 那我相信我们在股票市场 这个一看就知道了 高档爆量长AK棒一定是什么 压力比较重 可能就是卖方嘛 可是低档出量可以涨升上来 那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有机会涨升上来的一个机会点 所以这两天的涨升 配合到今天来讲 其实早盘震难还蛮大的 他也可以拉出一根长红棒 代表说应该有特定的是 开始叫做进场布局的动作 OK 最后有危档创意 因为同样财报令人担心 是因为他们下修了 在今年本来预估营收会有两位数的成长 现在下修到了可能只有各位数的成长 所以这个消息反映了两天够了吗 连续两天都是打入到跌厅 今天外资还在卖 卖的比前几天都还多 这明天创意的跌厅 有没有机会打开啊 我认为是有机会打开 而且明天应该不会再跌厅 而且明天应该会留下影线 可是毕竟来讲 这样的一个趋势 它已经跌破这个所谓的区间的震荡整理 而且是直接跳空 两个跳空 跳空的走势代表什么 很弱势 就是卖压很重才会出现跳空 我们有一集也提到了 像这种高档区出现卖压 利空会反映的股票 那你可能就是要站在比较调节的一方了 所以反而就算这边打压下来了 明天有机会留下影线弹伸上来 可是我跟你讲上档的压力依然很大 不管是这边的压力 不管是这边的一个压力 都是全部套牢压力 你说在这样的利空消息之下 之前这个股票 我们再把时间拉长一点 可以看到说因为它涨了很多 它不是只小涨的股票 它已经是大涨一大破 而且涨的时间也很强 其实老实讲 筹码应该算是很乱的一档股票 所以当这样跌下来 你说要谈上来 这边的压力 这边的压力 一堆的压力 它有机会往上大部分弹升吗 以这种现行已经破坏掉的股票 其实上档压力就会很重 所以应该只是会有机会 弹升上来 可是力道来看的话 不会太强 还是要经过比较长时间的震荡整理 甚至打理之后 才有机会走出另外一波行情 OK 好 这是外资在今天琢磨的个股 今天外资创意是卖的 但今天外资买了面板 进入这一路大主题 先来看看中国 中国最近为了抢救低迷的一些经济 所以不断的出台新的政策 这是昨天最新的7月31号 这个政策 整体名称叫做 关于恢复跟扩大消费的措施 所以顾名思义 就是希望能够扩大消费 里头很多的占比 都在希望能够强化 新能源车的购置税减免的政策 希望赶快推新能源车 扩大十一柱型的消费 扩大房地产的刚性需求 希望大家家里的装修 赶快能够换的换一换 电子产品能够买的买一买 还希望能够推动直播经济 电子商务 就是希望能够扩大消费 能不能抢救经济 无论如何 如果这些政策出台之后 进入大标 看看在接下来 有哪一些十一柱型的题材 能够跟着他一起涨价 韩晨大哥 哪一些涨价股 有机会被唤醒 股票市场 有一个操作的守折 政府做多 你就不要跟他作对 政府政策在做多 其实整个族群 应该都有机会受惠 最明显的国内有几个 军工 最迫为什么涨了这么多 刚才提到储能 你看台电电网 相关电网 你看这些股票是不是涨了很多 所以只要政府政策 在做多的族群 我跟你讲跟着做一定是没有错 所以当然以这样来看的话 一些的一个政策做多 也会带动到所谓的涨价的一个效应 涨价直接联想的就是什么 一家公司的活力一定会提升上来 所以这家公司的活力提升上来 只要股价位阶不高 那你说到时候会不会有反映财报率多讯息 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角度 去看涨价的一个族群 最近是不是有机会开始 缓步的资金移转 做一个转升的一个动作 那我们来看一下最近的政策 7月19国务院来讲 也中部的三十一条促进民营 经济发展的壮大意见 这是最近第一次提出来三十一条 这部分来讲是促进民营 这一块的经济发展方向 所以有机会提升到各个产业的成长态势 从谷底去翻扬上来 那7月24号有两个 一个是中央政治局 一个是发改委 一个是落实减降税提振汽车 还有家具的部分 这个刚刚所提到的 另外来讲就是推动到消费 加到保障性的住房 推动城中村的改造 还有提17项的措施 去促进民间的一个投资 都是在投资跟减税消费 这一块 那刚刚提到了 31号发布的是什么 公布20条恢复扩大消费的一个措施 所以这样的一个政策来看 似乎中国大陆开始也看到说 这一波经济谷底应该要有些刺激的一个政策出来 才有机会翻增上来 翻扬上来 所以用这样的角度来看 你看最近中国大陆 不管是在入股也好 港股也好 其实很多股票最近都开始涨升上来 那这个东西跟一个很东西 基础建设上来 一个跟一个东西有关 那就是什么 涨价的一个效应 所以各个族群 我觉得最近发现到说 很多原物料 这一块开始有涨价的一个题材出来的 那我们就来看 第一个面板 面板已经涨了一年了 那你看最近来讲其实55寸也好 65寸也好 都还在涨 这一个月来讲 其实65寸的涨了4.5% 55寸也涨了5.3% 43寸也涨有5% 32寸也涨了5.9% 以往来讲的话 是涨比较中大主寸的 最近来讲连小尺寸的都在涨 这个很重要 对 这很重要 代表说它有一致性的往上做推升 那这张图是以55寸的来做一个主要标的 去年的时候 差不多一年前 差不多只有最低80块美元 然后现在已经涨到119块美元 你去把它减下来 差不多涨了将近五成 那五成原本公司在赔减的阶段 现在有没有机会回到成本左右 所以最近公布出来的财报 不管是友达 不管是在群众公布出来财报 亏损是大幅的一个减少 那最近来讲股价开始 也有机会涨升上来 那我们等一下再从股票去看 先看产业的部分 再来第二个族群来讲到 是看到说什么 塑化族群里面的PVC 这是PVC的报价 其实不只是PVC 你看以西 东南亚的以西 涨到六周的一个新高 韩国的丙西 也涨到七周的一个新高 韩国的本涨了4.6% 这是过去这个礼拜的 本以西也涨到了 涨了2.7% 这个甲本 大陆的甲本 也涨到三个月的新高 所以都是近期的一个新高的一个位置 点 那这张图是PVC PVC应用在哪里 PVC也就绿雨漆聚合物 去做聚合的一个东西 可以应用在门也好 房子的建设也好 还有塑胶缓 甚至你刚才提到的台电电网 又用到什么 电缆对不对 电缆外面的这些塑胶 也要用到PVC的一个产品去做乘坐 所以最近来讲 其实股价 这个价格开始在回升上来 从五千六百三十八块 回升到了六千两百八十七块钱 所以反而在PVC这一块来讲 似乎整个塑化族群 开始也动上来了 因为整个大陆来讲 开始也要提升经济 这部分需求 一定是最基础的一个需求 然后再来的话 看到铜价 可能大家最近没有看到 没有去发觉到铜价 其实也涨上来了 铜价 这是起货三个月 伦伦三个月 起货的一个铜价指数 年初来讲 因为全球第二大 第二大的产同国家 叫做秘鲁 发生了政治暴动 秘鲁来讲 在全球它的市占 差不多有十个percent 所以它是第二大的 那这也使得全球的铜 库存处于历史的一个低量位置区 那属于低量位置区来讲 开始如果说 经济开始要提振上来的时候 开始大家回补 回补来讲库存又在低档区 那很容易的引动到价格往上做推升 所以这波来讲最低是七千八百六十七万美元一公噸 已经涨到多少 八千八百三十一块美元一公噸 所以也是来到波段高点的位置区 它是景气非常重要的指标 所以我们叫做铜博士 对没有错 其实运用在电子产品上面 也都是要运用到这些东西 再来我们再看下一个 下一个来讲就是在关于航空 航运部分 这个是CCFI跟SCFI的一个指数 那以这边来看上一周涨得非常明显 这是出口集装箱指数 这是上海集装箱指数 这是中国出口集装箱 这是上海的出口集装箱指数 那你看到上个礼拜的一个报价 美东的部分涨了六点六个percent 美西涨了多少 十点一个percent 涨最多的是谁 欧洲竟然一下子涨了三成 地中海也涨了六八度 我们看红色这一条线 也就是上海出口集装箱指数 最低来到了906.55 然后这一波来讲已经涨到了1029了 传统的旺季加上美国的经济 经济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数字 是优以预期的 Q4的欧美节庆 还有航商不愿再扛价 已看到运价有足底反弹的一个趋势 所以最近来讲其实货柜这一块 似乎倒也可以留意到说 这一波整个跌了一年多 来到这个位置点 是不是有机会出现一波 比较像样的反弹行情 第一个面板的报价涨上来 第二个在速化的报价涨上来 第三个是在航运的报价涨上来 待望的有哪一些个股 对 其实以这边来看 待比较旺的 当然就是在这些相关的股票上面 第一档来讲就看到群创的一个部分 群创来讲又公布出来的 第二季EPS只有负零点六块钱 这跟比第一季来讲 赔的数字还要来的收敛一点 所以股价来讲 其实最近也开始有机会 回到成本以上 就是价格来讲 有机会回到现金成本之上 那第三季来讲 也有机会去力拼转营 这样一个动作 但今年一整年还没有机会赚钱 还没有办法 那当然以这种景气循环个股 只要单季可以转亏为盈 其实股价上面还是会持续反应的 所以股价来讲我们可以看得到说 它是从谷底去慢慢爬升上来 它是属于震荡向上的一个走势 它会出现大涨 应该很少说向到这边直线拉升上来 因为这边来讲也还在高榜区 所以这种股票来讲 还是适合用低界的方式来做操作 海陈老师为什么没有选友达 友达来讲 其实你会发现到说友达价格比较高 群创价格反而比较低 可是以亏损的角度 群创亏的比较少 友达亏的比较多 那他们会有一些所谓的香味拉上比较的效益 而且你看到最近这几天友达比较弱 反而群创今天股价创新高 你看股价今天反而是创新高 所以它反而应该是比较强的一个走势 而且刚才也提到的外资是站在买进一方的 股价比较低 亏的比较少 再接下来反弹的力道相对会比较值得注意 PVC这部分来讲就看到滑下 整体的一个库存是持续下降的 美国六月库存相对年初是减了27% 所以库存来讲算是在低档区的 调整库存进入到最后的一个阶段 那而且我们看到一点 你知道华夏跟台塑是国内两家的PVC大厂 台塑第一季赚多少 0.37块 他赚0.4块钱 竟然比台塑赚的还要来得多 那如果说以往这种瘦化的族群 你知道一个东西叫做利差 往往是在石油价格下跌的时候 他们利差会加大 当现在价格开始涨升上来的时候 他是从谷底拉升上来的时候 其实那保有那个利差部分才会好 那股价也算是在低档区刚上来的一个角度 而且刚才提到这种带量的低档带量股票 应该有机会慢慢爬升上来 他也已经默默的就涨了五天了 也最近把年限给涨上来 像这种从低档开始往上 而且最近已经连涨五天的个股 现在空手要介入 汉仁大哥怎么样建议投资人 我认为当然短线来讲 你涨了这么多 最好是稍微震荡的时候有压回来 不管是在棚中压回来 因为毕竟来讲刚起涨 你也许可以在盘中稍微压回来的时候 先布局一点 如果当然有碰到比较大的压回 你再可以大量的买进一些可能会比较好 可是这种股票 毕竟是刚低档底部驱上来的 应该有机会延续下去 OK 好 除了华萨之外 长荣 那长荣来讲其实第三季旺季到来 各大航商来讲也都有合理价的一个坚持 刚刚提到报价也是涨升上来 所以反而长荣的一个角度来讲 应该也有机会在除息之后 慢慢的往上爬升上 其实你看到这边是往上拉升 填息的角度 最近压回来没有错 可是也横向震荡整理了 那外资也有在做一个布局的动作 那反而应该有机会 慢慢再往上去做的推升 OK 好 接下来中航 中航来讲 其实在BDI指数最近涨了很多 四天涨了 尤其BCI指数 涨了接近四成的一个水准 所以最近涨最多的 反而是在BCI指数这一块 那以中航的一个角度来讲 因为他是全海甲型的货柜 他现在有十一艘船 年底还要进一艘新的 明年还有两艘新的 所以这边来讲算是全海甲型的 因此这一波 如果说整个海甲型这一块 比如说BCI涨最多的话 其实中航受益最大 那他也是台湾规模最大的货柜 托运的一个公司 所以这边如果从谷底上来 应该有机会去做盘生 最重要一点 我最近看到是这一点 是什么 旗下的行委开发 竟然开发出第一辆的纯电货柜车 并且挂牌上路 这是台湾第一 也是台湾唯一 因为只有他现在做得出来 电动货柜车 现在世界上还可以做得出来 应该是特斯拉 特斯拉可以做得出来 电动货柜车 因为我们知道电动货柜车 你马力要很够 不然你你偷不动货柜 至少要四百二十匹 二十匹以上的一个马力 甚至要到四百八十匹 所以反而这个公司来看 未来的一个潜力 可能是值得去做期待的 那互利的角度也不错 淡季的时候 他竟然还可以赚到零点八八块钱 可以说是所有的散装 公司里面有赚最多一家公司 所以未来如果说 还有这个纯电动货柜的题材 股价应该有机会持续做推升 那现行的角度来讲 刚才也提到 他是属于低档区 刚出量往上去做拉升的动作 外资来讲 其实也在做一个布局 这边来讲 其实是除息 除息之后 稍微震荡之后 也已经也过了这边景线 这边的压力全部过了 所以反而这边来讲 应该有机会慢慢再往上爬升 好 最后一档 第一桶 那第一桶来讲呢 其实刚才也提到了 不管是在于铜这一块的一个需求 算是处于在于所谓的比较 库存来讲处于在比较历史的低档位阶 如果中国大陆这边 开始提振经济 那对于统的一个需求 也会缓步爬升上来 所以第一桶来讲 应该也有机会受惠这样提振 只是说 他的获利没有到那么好 可能在追价操作上面来讲 就比较小心一点 用地界的方式会比较好 不过今天也是属于一个 当带量往上突破震荡 整理区的一档股票 而且今天是功劳涨停板 所以代表说其实今天来讲 也蛮强劲的 可是要留意到的是什么 最近这种阻力操作 真的是很明显 会不会有隔日冲的 跟麦压出来 这是盘后需要 可能去留意的一个地方 不过毕竟来讲趋势刚上来 应该也有机会慢慢的震荡往上 OK 太精彩了 谢谢汉政老师 请先回座了 所以如果现在中国的政策 这么的积极 结果怎么样不知道 效果怎么样不知道 但是这些涨价族群 的确价格已经开始动了 面板 速化 航运 再接下来个股如何反应 我们就拭目以待了 谢谢汉政大哥 帮我们做了一个整理 好 接下来有个Holkong的 要跟您借用一分钟的时间 跟你Holkong道修卜了 下个礼拜五 礼拜六 有一场非常精彩的活动 为了庆祝ETF的产品 进入台湾已经满20年了 所以庆祝ETF生日快乐 荣耀20ETF启动财富博览会 时间在下礼拜五 礼拜六连续两天的时间 所以8月11号你要上班的话 掌握礼拜六 8月12号的礼拜六 掌握地点在世贸艺馆的地区 有主题馆 有创富舞台 有理财区 有沙龙区 为什么这么多的区 因为整体的活动当中 会跟您介绍 未来ETF的趋势 还有很多的财经专家会 现身说法 礼拜六下午有一场 专属于前线百分百的 粉丝见面会 我们现在正在投票 要找哪一位您心目当中 最喜欢的分析师 跟专家跟你面对面的 礼拜六就知道了 所以下礼拜六先卡个位置吧 两天的活动都是免费参加 QR Code扫一下 或者打电话进来 先把位置给卡进来 听我给您做参考了 休息一下 稍后的议题有趣了 台股去年配了两兆的现金股利 第三季将会是入账的高峰了 今年谁是在领席的最大户 上市柜个股当中 领了钱 谁自己也是高股席 而且财报值得期待 接下来股价酝酿上涨 休息一下 恨美告诉您 等下来股杂志 恨美